是 你的第10頁 寫得很清楚啊 你第2波領綱草案啊 在你第3點 預計105年1月 送課程會啊 各位105年1月 立法院修會 大家還記得 103年的 爭議微調課綱什麼時候 通過的 課審會審查 24 25 26 三天內火速通過 1月修會期間 農曆年前後 105年 再碰上大選 部長 這是真相 這是你暫緩的真相 你的暫緩不是為了回應當時的運動 說要讓社會各界溝通 你的暫緩 是要再來迅雷不及掩耳啊 然後拖勒 拖到這個修會期間 1月 來開課審會 你自己報告 都寫出來了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你這報告寫成這樣 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你公告草案之後 半年 開公廳會 我不容許 教育部再利用修會期間 然後課審會火速通過 黑箱作業 簡直是103 黑箱課綱微調的翻版 不容許教育部再騙 第二次可不可以 部長您承諾 我可以很清楚地跟社會大眾承諾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社會領域課綱的研修 會在歷史課綱專案小組有結論的以後才會繼續進行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社會課綱 它研修完以後需要得到課發會的同意 才會開始進行公聽的所有的相關的程序 公告半年可不可以 我待會會提案啊 你讓社會有一個充分討論的機會 我們不會 要在任何時候有一個固定的期間一定要通過 我待會會提案 我要求教育部至少要公告一定期間才能開公聽會 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